来 给我们演奏一下 我想给大家演奏一曲 叫《临终鸟》吧 好 来 掌声 来不及祈祷 就开始奔跑 总觉得外面世界有多美好 用几滴眼泪 才换来骄傲 我要的光荣哪怕只有一秒 我就像那一只林中的小鸟 努力挣脱冲向蓝天回报 勇敢地张开双背 闭上了双眼 远方里我只有一步之遥 唱太好了 刚才我们说 在发现他的音乐天赋的时候 有一个贵人 是一位志愿者 对吧 掌声有请高孟希 你好 董老师好 大家好 来 来 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高孟希 然后我认识马姐和二宝 已经有五年了 您是一位志愿者 对 第一次去的时候吧 去了十几个人志愿者 然后刚好赶上大宝洗澡 因为就是马姐 平时就是给大宝擦一擦身上 她的每一个缝隙里 都会起那些疹子 然后涂药 要涂肺子粉 然后那次正好是我们还挺凑巧的 我们去了 就是在卫生间洗完以后 就是用那个床单在地上 然后很多人在拉 然后尤其是往床上抬的这个过程 其实真的是挺艰难的 她从那个浴室里挪出来 要拿床单在地上拖出来 对 她就站不起来的 站不起来 马姐让我最感动的地方在哪呢 我觉得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她从不会主动给我们提出 一些什么要求 就是你帮扶我 这个帮我从来都没有 一切都是我们主动 她不给我们提任何要求 只有就是两 算是两次吧 马姐 一次就是大宝去世的时候 一次就是搬家 在这个家庭生活当中 也许小儿子的这种 音乐天赋的被发现 是给这个家庭最后的一丝曙光 我想问一下张元俊 弹钢琴是你最快乐的吗 是 你觉得吃好吃的重要 还是弹钢琴更重要 当然弹钢琴重要了 如果有一个女生很爱你 想跟你在一起 她的条件是你不能弹钢琴 你答应吗 人家既然不让我弹钢琴 那就不弹呗 未来爱情可以牺牲 是吧 那当然了 好 那我再问你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你找了一个小女孩 她也很爱你 你也很爱她 但她不喜欢你的妈妈 你还跟她结婚吗 不行 为什么不结 那这小女孩 这本纸子太差劲了吧 那嫌弃我吗 不行 听说现在张元俊 还跟着你做公益是吗 是的 因为她曾经比如说大宝 刚去世的时候 她的情绪就不是很稳定 就很激动的那种 容易易怒 然后我就觉得 我跟妈姐也商量 我就经常 我就带着你跟我走吧 因为她有她的特长 她又能唱歌 又能弹琴 我就带她去 比如说我们去养老院 包括去探望抗战老兵 慰问抗战老兵 然后都让她在台上演个节目 包括我们年会的时候 都让她去 然后带着她跟我一起做公益 目的呢不只是让她展示自己 她也愿意展示其实 然后最主要点是啥呢 让她觉得 其实我也是被需要的 我还 我对这个社会 我还是有用的 就增强她的自信心 这是最主要的 谢谢小高 好 来 你先下去休息 今天的幸福心愿是谁的呀 我的梦想是要 先别说 站这儿多 来 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 就想去内蒙古呼伦贝大草原 好 谢谢 来 请回 去大草原干嘛呀 因为我看腾尔老师光盘的背景 全是内蒙古大草原嘛 喜欢 所以我想去内蒙古呼伦贝大草原 可是我妈不带我去 为什么呢 你不听话了是吗 可能怕我身体状况到那儿不适应 我就是因为我现在是不能远走 就包括领她上结婚三天两天行 我这眼睛就要睁不开了 另外她自己要是去的话 我是不能放心 她在室内是可以坐公交车出游 但是到那地方她是没有那个能力的 好 去呼伦贝尔大草原 我想代表六人游定制旅行安排你一趟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旅行 也不用时间太长 其实三五天就足够了 花不了多少钱的 一两千块钱就能搞定 所以说你也不用太担心 好吧 袁俊妈妈您好 我想对于您来说 孩子的梦想有希哥来实现 但是对于您来说最大的梦想 应该是孩子的未来往哪儿去 那我们营朗文化呢 是一家公关活动公司 那我们也有一些商业活动 我现在呢 想先预定两场 袁俊未来的演出 我先预付给您 希望我们能够得到袁俊的服务 我相信你们未来一定会特别特别幸福的 一定要开心 加油 感谢 感谢 感谢老师 在你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正能量 这个非常非常好 而且这个母亲绝对是一个 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母亲 代表我们企业 我们熊久集团 给这个兄弟 这个赠送一个两千元的红包 然后呢 让你越来越开朗 越来越好 然后呢 在这个 福利波尔大草原区玩的时候呢 这个可以买一点福利波尔的这个烈酒啊 偶尔喝一喝 也像腾儿老师那样 撒脱一回 好不好 然后助理越来越好 助理越来越好